狄君在里面吗 他不在 你回来慢了三四步 他刚离开 姬衡抱了只受伤的灵狐来寻他 他给那灵狐输了点先例 先保了他一条命 然后又为了磕丹药 便带他回九重天了 我听说 好像是同他当年走失的 那只狐有点像 所以才大发慈悲 把姬衡框得好生感动 若不是姬衡修为不够 不能出谷 怕是早跟着去了 姬衡去送冰块脸了 老子不是很想看你的 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带你去吃酒 姬衡抱了一只小狐狸来找的 依老子看 冰块脸没个三四日 应该是回不来 你找他有急事 你说帝君没个三四日回不来 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明日瓶破果就要被摘下来 其实我知道你找冰块脸什么事 我偷偷听到姬衡找他叫瓶破果 你都不知道冰块脸有多黑心 他从来没打算把瓶破果给你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姬衡在 小嫣 你还好吧 大不了老子陪你一醉方休 改日再说吧 你不认真 你自己不认真 你是香港 怎样 你自己不认真 你也不认真 我现在就认真了 我去认真 你只能活在心 我认真 你不认真 过你 那我就绝对不会失严 丛林 你家帝君是不是回来了 是啊 快带我去找他 可 可他又离开了 什么 他又回范英谷了 他可曾说了什么 帝君说了些奇怪的话 他到底说了什么 帝君问我 若要把一个人干掉 但又防止有人为他伤心 要让所有人都感觉不到 这个人凭空消失 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这个傻子 以我的修为 怕是不能 同这些巨猛来缠斗 倒不如 用我毕生的修为 筑起一个仙照来护体 毕竟 帝君的天罡照 一直记在我身上 总能保我一命吧 我先冲进去 取道平泼国 我就立马冲出蛇尘 还有一丝希望 可将冲进去 可将冲进去 又改变了 我知道 继续 它能有些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糟了 天罡罩不能随身移动 可若为了保密 一直躲在天罡罩处 别说拿不到瓶泊骨 只怕被人发现 那星球和比喻鸟一绝 必定在结仇缘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